有的时候 是是是 我现在其实有时候会 比如说在机场 或者是一些地方碰见 认识我的人 或者喜欢我的人 当然我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但是我会也会不自然 因为我自己还是 我觉得性格是比较腼腆的 遇到陌生的人 或者是人的热情 我有时候会不知所措 其实我很奇怪 我小时候其实一直很害羞 然后就是在大家面前 从小到大 别让我唱首歌什么的 我都不好意思 但是我自己又知道 我内心有很强的表演欲望 还有我自己 我觉得我是有一个 相对丰富的心灵世界的人 但是我没有出口 去表达这个东西 但是我当了演员以后 我就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接到每一个角色 我在角色背后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 去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 借着这个角色 所以我经常在片场 我是最自在的 就是喊开机以后 我是非常自在的 而且有时候会 就每部戏都有个别场戏 我会很忘我 就肆无忌惮地抓起来 有时候我演完 我都很吃惊 我说我还有这一面 做演员这点 我觉得很值 就是你可以过别人 可能几辈子的日子 对对对 生活中没有可能做到事情 在表演的过程当中 能够特别自然地做出来 你刚才说每个人 要找到一个抒发自己 和表达的一个方式 有的人可能是写 有的人可能是唱 你在演戏之前表达的 找到这种方式是什么 就是我要对世界 来表达我的观点 说明我自己那方式是什么 当时好像没有什么方式 其实我以前 很长时间都很压抑 对 我情感上也没有出口去宣泄 对自己的了解也不够 然后能交心的朋友也不多 对 我有一度时间都是 自己每天默默地 对着一个树 对着一个房子在讲话 对着树在讲话 对对对 那个画面像周星驰 对着那个水管子 是东西在讲话 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是那个样子 我是默默地跟他在说话 你在说什么呢 跟他说什么 我在说我今天 所有心里的想法 我的烦恼 我的快乐 我希望明天 能有什么小小的愿望 哪里的一棵树呢 压力的 不是 我当时在上中专 在广州 是我们校园里 我宿舍门口有三棵大树 然后我心里给他们 都分配好了角色 都是什么角色 那三棵 一个是我比如说 我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和中间的交流 我会跟这棵树说 然后这棵树我就是 比如说我情感上出的问题 我就会跟这棵树说 然后另外一棵树 比如说我跟朋友之间的 友谊上的问题 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上的问题 我就会跟这棵树说 就是我分得很 然后我在校园里 某一个角落 我就会觉得 它好像是有一个通道 它能听到我的倾诉 而且我倾诉完以后 感觉会有效应 当时会这么神奇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暗示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走了之后 那三棵树 他们会开会讨论吗 今天黄轩碰到了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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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